四年來說不清楚 那案場的裡面就是有不法違法的主黨才會說不清楚 這麼簡單的一件開發的案子 任何一家開發公司都可以對民眾說清楚 更何況慈濟是一個慈善團體 所以我們質疑充分的質疑他 沒辦法去完成這個整個環境的保護 所以要把六地 這個三點多公頃的六地 變更成建地的話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大 我相信算是全國屬於數個的開發案 怎麼可以不跟民眾說清楚 跟大眾說清楚 所以我們希望要求他 在14年前我們這裡為了實際的事情要蓋醫院公投 希望贊成91%要蓋這個水保示範園區 他們沒有做到 甚至唾棄我們的民意 完全不尊重到現在 屢次要闖關要去變更 那我們屢次要求他 你就正式按照都市計畫法的規定 來舉辦公展跟說明會做不到 14年來做不到 有這麼大的開發案這樣做不到 所以我們充分的質疑 這當中一定有問題 那我們民眾不管這些 我們民眾只管 你能不能好好對我們做一個說明會 還我們一個真正應該有的自然生態跟安全 尤其是安全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實際能夠按照真正的法定程序來走 以外呢 也要能夠去進行環保水保整整的所有的工程作業 您市長是以為兩號雙方公司 在哪個問題 同時的問題還做到怎麼樣 你怎麼做 溝通的部會 他們透過邱先生也好 還蔡堆蔡前部長也好 幾次來找我們裡面的成員 李明包括我 都很有誠意要來談 那謹憲寧 短暫的溝通 大家好希望來談 我們也展現誠意說 我們願意跟你一起來召開這個說明會 甚至會前我們來溝通 大家都說好 好也提不出資料來 我們說你是不是有計畫資料相關資料 能夠讓我們了解 我們來看 結果沒有 每次來就是一紙公文 三天後要開會 我們不是直計的機構 我們不是他的紙公司 那他們這一份你有看過嗎 其實他們好像有針對開發 就是他們有提出一些他們的訴求 我沒看過 針對這一份你是不滿 就是說他們有 而且他說他們之前也有提出一些Q&A 就是說大概他們開發哪一個部分 是你們最沒有辦法接受希望 就是說你之前講說水保區 那他目前的開發計畫 跟你所知 離水保區的距離有多遙遠 這個部分屬於專業的部分 直計的計畫一直在變 沒有一個正確的計畫 我們真的摸不著頭 所以你們問我 我也滿有物水 我根本沒辦法回答你們 待會容積變怎麼變 我們來照說法 他又修改 口頭又修改 從來沒有一個正式的計畫給我們看 所以我也在這邊很抱歉 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太糟糕了 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正確的計畫 跟資料 讓我們能夠以民充分了解 資訊給媒體的問題 那可以講一下在安全上的疑慮 我們到底擔心什麼樣的問題 對安全上的疑慮 這個磁濟現在所在的這個原地 本來三點多公頃 就是一個六地 就是一個自然天然的一個蓄水 是蓄洪池 那在我們這裡經過納利跟之前的颱風 淹了兩次水 死了四條人命 全部都是因為水排不出去 那跟磁濟這一塊自洪池 被非法填地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從這個大溝溪的水系 流到大湖公園 再排到基隆五 這整個一貫相賣的 相通的 因為這一塊填了以後 自洪的功能減少了 這就造成整個反漲回來 整個排水系統完全失去功能 那這個我們希望他能夠回復 這一個功能 那更糟糕了 我們因為這個事情才了解到 實際為什麼民資到 他是非法填土的六地還要買呢 還要花十幾億買呢 現在變更完了 按照我們這裡的公道土地價值 超過百億啊 他都不用做什麼就好啦 只要變更通過 資產馬上增加一百億 誰不想幹 所以我不管他要做什麼用途 不管他要怎麼變更 應該跟李明說清楚 我們訴求就是說清楚 那你說那個六地 那個六是哪個六 三年史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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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的資料是從哪來的 剛剛你搭進去他們就會給你 直接會發給大家 發給媒體的 哦 OK 好 請進去的